多演 我不知道 这句话里面写别假写 好清长清长 走了 我没演过这种剧 小三固然可恨 但婉姨这么做一定有她的苦衷 那于头一份男小三的宠爱 被张婉姨给占了 网友们都说不愧是二婚的 会的还挺多的 只不过赵静是二婚 咱婉姨可是连床戏都没拍过的蒙信 一直笑场不说 还被孙姨吐槽演的是古老的床戏 我没演过这种剧 难得看到张婉姨害羞的样子 我看评论全都是要把孙姨换下来 替她演两集的 三观跟着颜值跑 这届观众也太可爱了 赵静有多会呢 就说她每次都是突然闻女生这点 换谁被亲着一下 都得心跳露半拍 关门闻事导致这部剧官伯疯的导火索 连发十条微博宣传微博通知打架 看得出来她真的很兴奋了 估计只有看小破文的 才等这个关门吻的汉静亮嘛 我之前知道孙姨爱吃 但这还是头一次直观的看到她有多爱吃 导演三回五回的劝都拉不住 更何况旁边还有一个张婉姨在陪吃 刀吉老师已经气死在来的路上了 吃饭 我刚才吃完了吗 吃完了 一口丢了 要什么 你那待会我这个鹅干那机怎么接啊 谢谢 你现在确定你要继续吃吗 你待会还快点再吃了 但是我先吃了 Dennis杰克克 这个光顾不得不够 b 他也挺酷啊 他也挺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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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还点你别吃了 我管你待会我吃下去了 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我在手提蒜 你把 presentation 你让我吃了 后面会憋到他 coming 没怎么吃 哈哈哈哈 因为演过陈延年这个角色 大家都说这张牌能保张婉宜一辈子融化 殊不知这家伙的老程全是表面 幼稚起来跟个小学生一样 我是真没想到张婉宜还有这么不成熟导弹的一面 张婉宜绝对是个实力派没得说吧 他每部剧演技都能挨夸 离不开它是个细节控的原因 上一个我看到的细节控盘点还是张艺老师呢 所以你品你细品 张婉宜真的很会挑角色 他的角色一般都有亮点而且不重复 去年的陈延年 今年一个风批苍玄 一个自闭症患者成灰医生 好巧不巧我都追着看了 感觉张婉宜进鱼了圈就是来骗我眼泪的 张婉宜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只要脚踏实地 走的每一个步都会算数 当网友们表达对婉宜的喜爱沉浸于霸他黑历史的快乐中 他自己看到这些却忍不住红了眼眶 原来在他眼里这不是黑历史而是他来时的路 这部戏是我的第一部戏 然后我觉得很幸运自己接到了一个主角 然后并且这部戏是一个喜剧 我觉得包子一打开了 因为《长相思》另外两位主演 谭剑刺和邓维也很出色 有的人形容张婉宜是没存在感的男一 杨子在嗨六节目上的一句 他是我们剧的男一号 我想不仅是戳中了粉丝 也戳中了张婉宜本人吧 其实杨子是比张婉宜大一岁的 但私下他们也是喊哥和妹 录制节目结束后 粉丝们把张婉宜的车错认成杨子的车 张婉宜还放下车窗大喊 我是杨子大哥 所以见得这部戏把他们的感情联系的有多深 杨子哥 杨子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哥 上次去路那个嗨六下班的时候 你就在车上说杨子大哥还上热搜 你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境啊 我飘过去了 那很明显的不是杨子嘛对不对 我还说杨子杨子 正好前面堵车了 我打出口 表哥演了觉醒年代才被人看到 虽然27岁才走进观众的事业 但他并没有挤功尽力选择上综艺展示自己 反而说因为决策认识他更好 怪不得连毛不易都说 张婉宜是个很有神秘感的人 这不就是张婉宜想要的结果吗 最后就希望 长相思第二季赶紧上线吧 别再溜我们了 作为剧粉真的很捉急追啊 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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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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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